各位网友大家好,最近几年呢,有这样一类城市在网上非常的火,那就是像鹤岗类的城市,房价非常便宜,最低几万元一套房 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肯定会说,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在很偏远的地方,而且资源枯竭 假如说在省会城市周边,肯定很难找到像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房子 但是这个地方是个例外,这里是宁夏省会银川市郊区的永宁县望洪镇 距离银川市区只有20公里,但是像这样的房子看上去非常的新,最低几万块钱就能买一套了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就在他们这个小区里面,小区体量也非常大,差不多有100栋这样的住宅楼 全部住满的话,足够容纳上万人居住,属于给当地村民的拆迁安置房 据说当年拆迁的时候,当地村民尽量多要房子,少要钱 因为大家都觉得,约往后面去,肯定是房价越来越贵,而钱呢,越来越不值钱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房价竟然低到这个程度,差不多几百块钱,不到1000块钱,一套房吧 前方呢,还有一个商业街,虽然说只是一个小镇,在商业街上一般性的生活配套也是都具备的 有基本性的药店,商店,菜市场,也有公交车,在这里坐公交车差不多三四十分钟就能到银川市区 平常想逛街可以到银川市区,想休闲的话,这里距离黄河边也非常近,距离黄河边大概只有两公里吧 而且现如今小区里边,居住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大多数年轻人都到银川市区那边买房了 银川虽然说是一个省会城市,但是房价并不是特别的贵 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多数人呢,肯定都有着一个疑问 房子看上去非常不错,距离市区也不是特别的远,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呢 大家看一下房子内部,这就是人家的交付标准,毛皮房的交付标准吧 地面上没有铺设地板砖,墙上分刷的白色的乳胶漆 这个交付条件还是可以的,这样一套房子,市场价大概八万块钱吧 主要原因还是房子太多了,小区周边缺少 大型的就业中心,也就本地人在这边住,主要以务农为主 因此呢,也就形成了这样的现状 上万本地人离开,遍地空房无人住 低至几万块钱一套房,依旧无人问津呀 并不是说你距离哪个地方非常的近,房价就一定会非常的贵 打铁焊虚自身硬,就比方说北京的房价非常的贵 但是一路之隔,通州那边的燕郊大畅相合 现如今几千块钱一平方就能买套房子 房价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大家看一下房子的基本布局 由于楼间距非常的宽,这个楼层也比较高 房子里面看起来采光挺不错的,一点都不暗 另外呢,这个小区也没有地下车库 车基本上就是停在地面上 每年大概两三百块钱的停车费 但是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地面上停的车非常的少 充分能看出这样一个小区入住率还是比较低的 综合来说呢,对于房子而言 并不是越便宜买的人就越多 而是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就业 年轻人呢,都是喜欢到有就业 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 这样的房子比较适合那些工作比较自由 就比方说互联网从业者 做电商的,做自媒体的 他们这个工作比较自由 这种房子还是比较适合的 只要有快递,有网,有外卖就可以 那么大家觉得这样的房子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 拜拜